前几天我发了零跑C11增程版对比Song Plus DMI的车型的详细的PK 大家的反响还是不错的 因为觉得说很清晰的看到两个车互有攻守的状态 另外呢我看留言里面网友说 这个C11增程版确实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17 8万的价格能换这么大个一个增程车 很多其他的增程车都是卖20大几万三四十万的价位区间 所以这个车的性价比不错卖力还可以 当时呢留言里面又看到另一条留言是让我比较惊讶的 那条留言说韩哥你关注一下C11纯电的版本 然后我一看我就惊了 一般来说的话呢因为纯电版本比增程版电池大了不少 价格往往会比增程版贵一些 但是C11的纯电版本它跟增程版的起售价格一样 都是15万多的起售价格 那这就让我非常的惊讶 毕竟电池是大了那么多嘛 于是我就关注了一下这个车 还发现有点意思啊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对比 那继续沿用之前的逻辑 我就把C11的纯电版本 这个69度的电池售价为155800的车拿来 又拿来了市面上相对来说卖的还不错 大家认知比较好的比亚迪的原plus的车型 那这个车呢是60度的电池 它的售价是159800 两个车来说的话 C11纯电的版本会比原plus的这60度电池版本便宜四五千块钱 所以两个车价格上是对位的 它是69度 它是60度 有意思啊 我们就开始这次对比 好 刚才的开场里面说了两个车的一些基本的宏观参数 那我再补充一些参数 用于你脑子里脑补这两个车开始对比的一个基础信息啊 车长方面呢 C11的纯电版本是4米75的长度 是一个很标准中型车的尺寸 而原plus这个车呢 它是4米45 是很标准一个紧凑型的尺寸 可能在级别方面有个错差 但是因为价格和电池度数是对上了 所以它俩还是有可比性的啊 那驱动的方面呢 C11纯电版本后驱200千瓦的电机 而原plus纯电的车型呢 是前驱150千瓦的电机 放在家用来说的话 是150 200 这个东西的差异并不是那么大 这个是还是可以对位的 外观的层面呢 审美比如说造型方面我就不细说了 但是这两个车呢 它的细节 原plus这个车呢 你能看到它的外观里面 这种银灰的漆面挺好看 但是上面点缀着 大量的亮条的高光的东西 这些高光呢跟这个车组合在一起 比如说这个轮圈上的高光啊 包括眼睛上面 跟中网连接的这位置的高光啊 包括后面C柱地柱那些小不浪啊 充电盖口的这块的这些的高光 所以这个车基本上都有四种配色 银灰啊黑啊 这个亮面的镀铬呀 这一系列的 所以看着车呢 就是一会亮一点 一会只是灰一点 一会亮一点 但是呢 灵跑411相对来说 就比较简单了 它们这个车系主推的白色 基本上这个车就是白黑配 白黑白黑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其他颜色 如果呢 灵跑再把这个整车的车标 包括后面的那些车型车系的名字 再给它直接 原厂车就黑化的话 这个车就非常的素雅跟淡雅 是很符合我觉得2023年的这种的 双色比较酷的配色的车型啊 好 咱们再接着看细节 两个车呢都是LED的大灯 这辆灵跑411的纯电的版本 选了一个15000块钱的包 咱们今天聊这个车配置的时候呢 通过我的描述 加你们的脑补 咱们把这15000块钱 选装包带的东西都给去掉 还是还原到155008的车 应该有的这个配置的状态啊 否则跟人家去比的话呢 就不合适了 好 那回到155008的配置的话 有一个地方 这两个车基本上是大差不差的 那原PLUS这个车呢 用的是18寸的轮子 2155 18 只不过呢 这轮胎用的并不是太大排的轮胎 一会儿再开起来说看风噪的状态啊 那C11纯电的这个版本呢 现在看起来这20寸的轮圈 但是这属于15000块钱选装包里的 它去掉这个选装包之后 它原配的是18寸的轮子 235 60 18 它现在这个车呢 用的是韩泰的S1 EVO 3 这个轮胎在原厂配套轮胎 属于是中端的配套轮胎 这个胎很明显是比原PLUS这个胎要强的啊 好 我们继续来看 在充电的方面呢 原PLUS需要批评一下 再需要一个重度表显一下 批评的是什么呢 它把这个充电口搁在了前面 谁都知道呢 充电口脑袋往里扎 你在车拐弯的时候是比较麻烦的 虽然这个车的车长并不是很长 但是依然给它搁在前面是不好的 那表扬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虽然搁在前面了 但是原配的车里面就有3.3000瓦的外放电枪 就直接可以插在这来进行放电 而C11的纯电版本是一表扬一批评 表扬的是它的充电口在后面 尤其是已经做到4米75的这个级别 你在脑袋往里面扎 确实有点讨厌 搁在后面是大家喜闻乐见的 批评的是它这个外放电枪 隶属于它这15000块钱选装包的 还得去选一下才有 并不是原配的 好 我们的视线往后看 能非常欣喜的发现 C11它是无矿玻璃 并且它的B柱跟C柱 已经是做成了接近于平面 B柱这身为凸起了一点点 也可以视为一个平面的状态 这个我在之前反复的节目里都说过了 现在中国的新能源车型 想把这个B柱跟C柱设计平的话 设计费用方面要多两三千万的 这样的一个成本 所以这块显得档次感 这个车一下就拔了 车价拔了5万块钱 这看起来平的还是很棒的 那圆plus这边就是一个常规的造型 两个车都是没有隐私玻璃的 你现在看到这块是有隐私玻璃 是隶属于15000块钱选装包的 OK 好 我们现在把两车尾巴转过来 又到我最喜欢的后备箱环节了 这两个车都是手动盖 虽然你在C11上看到了电动按钮 但这是隶属于那15000块钱选装包的 我们把那个去掉之后 两个手动盖 咱们先看一下圆plus这里面的空间 这里面的空间 其实相对于4米45的长度来说 其实还可以了 但只不过因为它同价位 甚至比它便宜4-5千块钱的 人家的车比它越极了 那就没办法了 这就是不均等的一个对抗了 咱还是量一下它的空间状态 它的后背箱在五座模式下的 一个长度的近身是81厘米整 这个长度真的还可以了 这个小短的车身 宽度方面的最短的位置是95.25厘米 它的第二排座椅可以向前放躺 放躺之后会形成带有一点点坡度的贯通空间 另外它的整个的后背箱的盖板是比较厚实的 这盖板还可以往下再放一层 在哪怕这个后背箱盖板放到最低位的时候 底下依然有几个下沉的储石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能装的 左边右边有两个耳朵空间 其他的配件方面挂钩锅点这些都没有 并且小照明灯在左侧只是一个单点的照明 其他位置都是没有照明的 所以车一旦稍微便宜一点 这些细节就嘎嘎嘎就掉下来了 好我们用同样的标准来看C11纯电的版本 C11纯电板因为整个的外尺寸比别人大 所以后背箱比别人大 这就一点都不值得骄傲 应该这样的 但是咱们还是量一下数据 在五座模式下后背箱的近身是100整 确实还是大了挺多的 然后宽度的方面在整个的后背箱的地板下 是103的宽度 这个宽跟近身都比原PLUS确实大了一圈 其他的一些细节方面 右边有个耳朵空间 第二排可以放躺跟后背箱形成一个贯通的空间 但是角度比原PLUS略大的一点点 对于这样的车型来说也属于是不错了 挺好的是他左边右边有两个挂钩 并且挂钩还是很结实的 左侧的单点照明的位置比原PLUS要高 但是它也没有多点的照明 这个稍微浅缺点应该是补上 这个车的后背箱右侧应该是有一个预留的点烯器的位置 但是这辆车是没有的 在后背箱的地板下 这个地板的盖板也相对来说是有一定厚度是可以承重的 这底下有巨大的几块储物核 尤其是这个下沉储核是贼大的 是贼能装的 你男孩对这个车 包括你沿途如果出去开一开 有山有水的地方的话 这里面所放的工具完完全全的构体够用 这么大的一个下沉的储物空间 从后背箱来说的话 C11纯电肯定是完胜于原PLUS这个后背箱了 好 我们现在上车 先去原PLUS的前排看一眼 原PLUS这个车我是第一次坐进来 坐进来之后我就惊了 我说这小车的内饰有点意思 你们现在看这个感觉 从我这个视线看过去 整个中控这是一个小内奥的感觉 这个小内奥一直贯穿 整个屏幕后面延续到了这边 然后这么着一摸 这上面是有一点软糖素的那种的感觉 门板上这边也是软糖素 整个来说都是 这块中间这块是底下 带有海绵这种形成的软质的材料 咱说不好是什么材料 整个的造型风格 其他的一些类型 就是类似于有点玩具 有点卡巴尼 有点活泼 又有点音乐 有点滤动 反正就是七八种风格揉在一起 那种的感觉 你看这空调出风口 这边的拨的感觉有点像那玩具 这边的挡板就像是个什么 有点像铁锹的那种 木板铁锹的头的感觉 整个的门板上还有这三弦子 就是类似于琴弦那种感觉 我估计很多人开着车 应该是拿手拨这玩意吧 它一拨还崩崩的 像弹棉花 这有意思 像弹棉花 然后门板上面这应该是喇叭高频头 旁边是一个开门的按键 这么着一拨了 这长得有点像那个大蜗牛 有点像那海螺 总之它这几种风格 这个门板拉手 你看它也是这种有点像 类似于小宝钉这种感觉 反正四五种六七种风格揉在一起 我也说不上还是什么 我们刚才跟后面的摄像老师讨论半天 我说这叫啥风格 我们三个人说了六种风格 反正大家自己看就好了 风格之外主要就是配置 因为这个车159800 它配了一个60度大电池 然后150千瓦的电机 基本上核心的成本 都是在这些的三电机构上 所以留给车里面的舒适配置 就并没有那么多了 前排座椅 加热通风 按摩机翼 都是没有的 但是三自动模式 自动大灯 自动雨摔 自动空调还是有的 车机其实是这车里面 相对来说最先进的一套系统 看过去 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讲的 毕竟是比亚迪的系统 可以横转竖转的屏幕 这都是整个一套 全系都是这样的玩法 还是那句话 寒露说了很多次 我觉得这个车 完全没必要给屏幕转竖过来 因为很多的应用 对于竖着来说 并不是特别的友好 你也没有太多应用 可以看 唯一就是刷抖音 但是你开车能刷抖音吗 对吧 你刷出个小姐姐账号 你媳妇能容认你一次 你再这么一划 下一个还是小姐姐 你媳妇就不高兴了 你再一划还是小姐姐 叭一大嘴巴就过来了 人说你天天看小姐姐 记录里都是小姐姐 对吧 也麻烦事 其实横过来就OK了 也简单吧 毕竟还能省成本 这套车机系统 整个的反应速度之类 都是中约中距的 但是我说一点比较好的 是很多的 相对来说便宜点车的时候 它有的车机系统 就不给你设置高德地图了 但是比亚迪的系列车型 都是可以用高德地图的 并且高德地图还可以登录 就直接可以 手机发送位置到车机 包括整个之前的高德地图 应用的这些的存点 在这个车里都可以直接使用 这就是特别好的一点 所以我对比亚迪的全系车机 印象整体来说 还都是非常好的 除此之外 没啥更高阶的科技 或者舒适的配置 你想这个最通通加热 这些都是没有的 再说一下前排的体验方面的事 这上面是没有眼镜盒的 然后车机刚才已经说了 基本的感受的状态 这空调出风口的调节 还是很方便的 并没有因为说是想什么 省成本或者简化操作 给它搁在中共屏里面 还是要比方一下的 它这后面的一个倾斜的储合 这角度还挺大的 后面就成为比亚迪那几个按钮 它上面带着中文 这都已经是在很多年 很多的比亚迪车上都这么用了 两个挺深的背件 后面这个储合里面 它也是两级的深度 对于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 这个储合的空间并不算小了 T字区的下部位置里面有USB 同时也能放一些东西 因为车还是不大 所以下沉的储合 空间还是OK的 门板上就这个闲子的后面 是可以放一些水杯架子 再让我给你抬上闲子 Burn Burn的感觉 前排座椅刚才说了 虽然功能并不是特别多 但是这个座椅正经的 对于十几万价位区间 做的还不错 皮子跟海绵很明显 比之前的几年比亚迪奥软了很多 另外这个椅子 虽然腰靠的位置并不能调节 但是尤其这个靠背 就是我背部中间的位置 左右的这边的包裹加紧 特别的舒服 肩部支撑这个位置 也还是不错的 坐垫的承托长度 短了那么一点 但是坐垫 对于我的腿的 承托部分的这个椅型 包括臀点的位置 都是挺适合的 这个椅子还是下了一定的功夫 好 我们现在把前排的自制调好了 准备的一会去看一下后排 但是在这之前 先看一下C11纯电版本的前排 切到C11纯电版本的前排 就变成了 我寒冷比较喜欢那种风格了 刚才那四五种风格 是不是因为我岁数大了 我确实有点爱不起来 现在这个风格 就是白跟深灰的 进行一个双配色 整个这个位置就是深灰 然后你这么着摸下去 底下是带有形成的 软糖素这种的材质 然后门板这些的位置 上面都是皮革包裹 底下虽然是有一点点形成 但是形成并不大 整体这个内饰的触感跟质感 不像是个15万块钱左右的车 像是一个大概的 二十三十万左右的 这个价位区间 所以这个内饰的质感 是稍微越积一点的 那除此之外呢 总观的内饰风格 就被这几块大连瓶给占了嘛 就跟现在新年车型 是大差不差的 当然了我最喜欢 还是因为它的白内饰 跟白座椅 那对于我的视线 跟整个的车里面的 风透度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配置的方面呢 这车里面 还有一万五千块钱的选装包嘛 咱们必须得把那些配置洗掉了 才能跟人家的原PLUS 来进行一个 针锋向对的 价格层面的对比 这两个车都是ACC辅助驾驶的 刚才原PLUS里忘了说了啊 因为限于这个车架 两个车都在十五万的 这个价位区间 没有更高阶的辅助驾驶 我觉得可以接受 那去掉这个选装包之后呢 首先这车里面的 这些方向盘啊 包括座椅都回归了 常规的皮质 而不是那怕了 那前排座椅这个加热 通风按摩 等这些的高阶配置就没有了 后排座椅的加热也没有了 所以一下呢 就打回了 基本上这个座椅的 舒适配置的能力 跟原PLUS差不太多了 当然了 这个车的副驾驶 还是电条的 而原PLUS的副驾驶 还是手动调节 除此之外呢 这个车的三自动 大灯 雨刷空调 这三个自动 也是在这车上 是有保留的 这几块屏幕 确实比原PLUS 看着要先进了一些啊 OK 咱们再细看一下 这个车前排的体验的部分 那上面呢 脑瓜瓢的位置呢 也是没有眼睛盒的 到了这个地图的 这个区域里面来说 整个的车机的反向速度 很明显 比原PLUS的 还要顺畅一点 它也是支持 可以登录的高度地图 已经反复说过原因 就不再赘述了嘛 副驾这块屏幕呢 可以导航啊 听音乐啊 可以看咪咕的视频 虽然只是一窄条 但整体来说 对于放电影 那个比例来说 这种21V9 还是OK的 空调出风口很棒 是物理调节 而不是搁在车机系统里面 底下有一个巨大的下沉处 这里面USB充电 包括点音器 后面这块呢 不是无线充电板 但是呢 它是旁边带有这个挡头 是可以搁手机的 两个背件 然后这边是巡航导弹发射镜 哇塞 这里面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这储物空间 但是它这个整个的 T字区的下部位置是封死的 虽然这边带一个网兜 这个封死的区域 确实对于装载大件一点 的前排物品 是有点缺失的 门板上是挺能装的 尤其装着1.25升的可乐 在前面都是能放下的 另外它这个门板上后部 它还有一个带有上盖的储处 这是稍微隐私一点点 你可以藏点东西搁在这儿 但是你媳妇去瞅这个位置 是还能瞅着这手盖板的 还是你得小心 挡板的方面 其实我现在很喜欢怀挡 既不占空间 同时往下往上 是不容易出错的 还是很棒的 并且整个的挡板这个区域 也都是这种稍微有一点点灰 有一点点米色的白 这个质感做的还是很有意思 前排座已经说了 去掉那个选装包之后 基本上功能就是比较基础的功能 这个座椅 现在哪怕是纳帕的皮的情况下 这个皮子非常软 但是海绵是比较硬的 形成是不够的 这个椅形还不错 整个的对于腿部的包裹 跟靠背的包裹都还是可以 但是肩部这边的支撑 还没有圆plus的 那么好的一个肩部支撑的包裹 这个椅子 我觉得如果厂家 再能给海绵调软个30%的话 这是一个得分很高的椅子 但是现在海绵稍微有一点点硬 OK 我现在调好了我的坐姿位置了 咱们现在准备切换到 圆plus的后排去看一眼 好 我们从411纯电 再切换到圆plus的后排 前排座椅是我刚才调整好的位置 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 在这个基础上 车长是4米45 看留给第二排的腿部空间 一拳四指 C不进一拳五指 稍微僵僵一点吧 你要勉强算的话 可以算是两拳 但是现在算是一拳四指 还多一点点 这样的一个腿部空间 那对于车长只有4米45的 这个适时基础上 这个腿部空间 我觉得不算小了 第二排的脚步中间 纯平贯通的空间 有储核 有两个USB 没有隐私玻璃 它的开门依然是这种的 大窝牛大海螺 这么着一拉的形式 坐垫相对来说 高度稍微偏低了一点 但是坐垫乘坐长度还不错 已经到了腿窝的位置 整个的皮子跟海绵 是挺软的 比亚迪的车型也一改 之前那种的 尤其皮子像纸那种的 特别不好的质感 海绵也比之前要舒服 形成也长了一点 它的第二排的靠背 腰靠稍微顶的 有一点点的靠前 但整体来说 还属于是一个 比较舒服的第二排 比我想象 原PLUS第二排 还是要强了不少了 好 我们现在切换到 C11纯电的后排 我跟你说 这C11的后排 真的是神了 刚才说 它这个前排座椅 海绵稍微有点硬 形成不够长 但是现在坐在这个后排 当然了 去掉这个15000块钱 选招包之后 它就回归了普通皮的 而不是纳帕皮的 但是我相信也不会硬 现在这个皮子软 同时海绵更软 并且带来形成 这个后排的 这个海绵的软硬劲 如果搁在前排的话 这前排椅子 就可以给一个很高的分数 后排是贼软 皮子又舒服 同时腿部空间也是不错的 4米75的车长 其实放在如今来说 并不是非常长的一个个头 咱们看 前面是我的一个标准位置 一拳 两拳 两拳三指 4米75 后备箱进身也挺大 第二排空间 依然能做到两拳三指 甚至更多那么一丢丢 这个后排空间 已经算是非常好了 并且我再补充一点 这个车的事情 非常的通透 就是心情很好 因为它是为数不多的 整车里面全是白内饰 包括这个前排座椅的后面 这都是白色的背板 很多的厂商 把这个背板设计成黑色 但人家就是白色的 白的后排座椅 白的前排座椅的靠背 整个的顶棚都是白的 这车是我最近开过 心情最好 最货量的车了 贼白 好 我们现在开起来了 这辆车了 先看远普拉兹这个车 其实在15万多的价位区间 你对这个车的要求 就要少了很多 咱们就看几个 跟驾驶最核心有关的指标 再看一下这个车行动有关的参数 前麦佛逊 后多连杆 60度电池 150千瓦的前驱的电机 这个车开起来 虽然电机劲不大 但是我非常关心的 这个车它的前段电门 蹿不蹿这件事来说的话 圆普拉兹做的并不好 因为我最近开过的车 前段电门 大家整体来说 还都属于是比较线性 比较温柔 我指的是标准模式 有的时候有的车 运动模式稍微点蹿 但是圆普拉兹这个车 在Normal的标准模式的情况下 它的电门很明显 刚才我问了我们后面的同事 包括副驾驶的摄像 我就是稍微在匀速的情况下 往底身材一点点 就会有一个坛 在慢速的时候 这个坛会油味的明显 开起来之后 现在我的70车速 在二次提速的时候 这坛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了 但是刚才在10公里 20公里左右 稍微匀速的继续追加电门的时候 就突然间冒出一个小坛 这车会轻微的窜一下 就有一丢丢 类似于涡轮增压 带上劲那种感觉 这个在我最近的试过车里面 尤其是这个劲儿不大的 150千瓦的电机里面 就属于是很少见的 前段电门调的并不是非常匀的车型 我觉得比亚迪需要在这再调一下 毕竟日常低速行驶 还是一个经常遇到的工况 这事是通过OTA是可以实现的 至于说绝对动力方面 我现在对于电车 没有什么绝对动力的期望值 我更希望是电门足够的平顺 那就能冲到120就够了 包括在高速上890 在超车的时候 我定在超车道 它有二次提速的能力 能把人顺利的超过去就OK了 那剩下一个电门平顺这件事 就极大程度取决于车上人 容不运晕车这件事 我还是不希望它们晕车的 悬架的方面 这个车的悬架 比我意料的还是要软了一些的 我以为原PLUS这样的车型 它的注意力更多 都在三件的系统上 车门也是在这 可能悬架就会调的偏硬一点 但结果它是一个中位值 偏软一点的悬架设定 当然了 跟它的整体来说 座椅也是偏软的风格 是正好匹配上的 再加上它这个轮的18寸 也并不是非常的大 弹性可并行的区域 也是很多的 所以它这个软硬 是超过我的意料的 转向的方面 这车的手感一般 因为这转向中位的 蓄位值还是挺大的 我这么着现在 你能不能看到 我在晃的方向盘 车身几乎没有任何的 姿态的反应 这需要再继续进化 隔音降噪的方面 电机的噪音是几乎听不见的 然后风噪比我想象的 也要小一些 因为毕竟我认为 这15万车的 可能风噪是它的一个点 但是风噪并没有像想象那么大 主要还是刚才我说的 这个非一线的 哪怕只有215宽度的这个轮胎 嗡嗡嗡嗡的 这声音还是非常吵的 这个噪音 我觉得大家去买了 袁普拉斯这个车的话 第一时间买一个米其林的 比它要贵一些的轮胎 给它换上 你就别管厂商配套是换什么了 很明显 噪音会比现在小了很多 因为车价比较便宜 外加两个车之后ACC 辅助价值方面 咱就不评价了 续航的方面是这样 这两个车呢 基本上续航都是在CLTC500公里左右 那回归到这个车上 因为整个的个头是控制比较好的 150千瓦的电机 字也不是非常的大 哪怕只有60瓦的电池 但是这个车我觉得正常情况下 在春秋天天气最好的时候 跑400到450之间 应该是问题大差不差 那在夏天的时候 基本上跑400 在冬天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在 350到400之间的这个水平 因为冬天确实加热是比较耗能源的 好 我们现在切换到C11的车上 开起来感受一点 我们现在切到了C11纯电的车型上 这个车前面双XRB 后面是多连杆 69度的电池 后驱200千瓦的电机 首先呢 这车开上的第一个感受 你知道什么 咱先不说动力这些方面的事啊 就这个转向啊 不管是因为它是双XRB 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转向的机构 比较的紧实 比较的紧绷的这样的感觉 这个车很明显 这个方向盘 我轻微的晃 副驾驶的老师就能感觉到 我在轻微的晃方向 并且整车的车身姿态的响应 比那个原PLUS要敏感了很多 这车开起来这个行驶的跟手程度 这个挡次感 是很明显 比那个有点太过于的松散跟粗糙的 那种家用车的感觉的原PLUS 不太一样的 体感啊 这是转向方面的事 好 咱们来说一下动力方面 200千瓦的电机呢 其实放在现在来看的话 很多的车都是240多千瓦 250多千瓦 所以200千瓦就属于是这样一个4米75的车 它单电机的情况下 中规中矩的一个电机 并不属于是非常大的一个电机的功率啊 还是那句话 我其实并不太在乎 它的绝对值的动力能力 尤其是电车 它的前段的电门的响速度 绝对跟那些3.0T的双涡轮增压的车的 响速度差不太多的 根本就不用担心 主要还是电门的温柔程度 现在这个车呢 电门的敏感程度也比原普拉斯要好 我能感觉到脚底下 一点点的这个电门的变化 都会对应到我车速一点点的变化 甚至我觉得稍微都有那么一点点的敏感了 但是呢 比原普拉斯更好的是 哪怕我这个稍微有点点敏感啊 它是没有一个坛的 你看我现在这个温柔的去加速 温柔的去加速 它是没有一个突然间 出现一个坛的加速感觉 所以这个电门整体来说就属于一个线性程度很好 并且是响应非常敏感的 那我现在是给它舒适模式 运动模式可能会更加敏感一点 所以这个电门就属于是一个 整个来说线性程度很好 但是有点过于灵敏的 这个电门的程度 但是敏感是可以适应的 你的这个加速如果不线性 那是适应不了 悬架的方面呢 很明显这个车因为双叉臂的结构 在过勾过坎颠簸的时候 车辆的左边右边跳的这个操稳的程度 比原普拉斯要好了很多 因为双叉臂 你不管怎么跳的话 它这个轮子是垂直于整个的地面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嘛 这个车的悬架中位值呢 我倒是觉得厂家 如果更跑巧的话 可以把它的悬架再调软10%到20% 这个车一下 这个悬架的感觉就会更加的舒服一点 当然了 我觉得如果不选这15000块钱包的话 这个车就会回归到18寸的轮子 60的扁平比 应该比现在要软和不少 就应该属于是中位值偏软一点点的 整体来说带来的一个行驶的软硬程度了 噪音的部分呢 电机的噪音是听不见的 同时整个来自于轮子部分的胎道 我觉得跟我想的控制程度是差不多的 你如果还是去掉那15000块钱选装包的话 它的轮胎也会比现在更窄一点 那更窄一点 并且更厚一点胎币的话 那回归18寸轮子版本的车型 它整个的胎道表现 就会比现在更加的细腻 更加的好一点 毕竟弹性的部分更多 就可以融大更多的细碎震动带来的噪音了 但是这车刚才跑到七八十的时候 耳朵风噪只是还是能听见的 我最近好多车都没听见耳朵这边的风噪了 但是这辆车是听见了 我觉得厂家可以再找一找原因 是不是这个后视镇基座前面的迎风面积的时候 有点太垂直了 续航的方面69度的电池 放在如今来看并不是极端的大 但是人家车价只有15万多块钱 所以69度电池 放在这个车价来说不算小了 那再配合这个电机 CLTC的续航 这个车是在502左右 按照刚才圆plus那个 基本上两个车都是家用车 大差不差 虽然这个车的电池比圆plus要大了将近10度 但是这个车的车长还更长 外加电机的功率还更大 所以这个一加一减之后 我觉得这辆车依然也是 在春秋天情况最好的时候 它跑个400到450 或者说450左右 因为接近于502的CLTC的成绩 那夏天的时候 再减个三个十公里 大概就是在400左右 那在冬天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在380到400之间 那应该是偏400的这个区域 因为北京并没有那么极端的冷 所以基本上续航大差不差 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好 我们这两个车的交叉性的体验都已经完成了 我觉得是这么来理解的 因为今天主要做的是C11的纯电版本车型的一个试车 同时带上这个同价位的卖的比较不错的 圆普拉斯这个车 作为一个标杆对标的车型来看 那这么看起来的话 其实C11的竞争力跟圆普拉斯比起来 还是有自己很强的很多的地方了 不管是操控的质感 包括车身的个头 后排空间 后背箱 这些方面全是胜过了圆普拉斯 包括前面的整体来说 这种白白镜定的风格 比圆普拉斯那种四五种的柔和风格 要更加的清新了很多 但你要说C11自己需要提高的地方 我觉得想来想去的就是一点 厂家把前排座椅再给我调软一点 这件事是我最关注的 因为之前的日子里面 从最早接触C11 包括接触C11的增程 再接触如今的C11纯电 前排座椅 一定是我反复再说C11的一个小问题 给调软一点的话 这个车就没有什么太多可以挑剔的 毕竟车价只有155800 还是很便宜的 毕竟电池也给你推到了69度的电池 对吧 你还要啥自行车 白白净净的内饰 69度电池 200千瓦的 后驱的电机才卖你15万多的价格 人间领牌早就领先于现代的车 去内卷了 更早的去内卷了 这车现在卖的也还是可以 增程加纯电 现在已违出7000多台的成绩 我觉得大家想买一个 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 纯电车型 C11纯电 是一个可以关注的目标 喜欢记得分享哦